其实我真的不太想用上海话来拍视频 不是因为不爱说或者大家说我杨金邦 我连苏美话都敢说 主要是因为 唱字幕太累了 你们都知道 我很懒的 我容易吗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一年365天我工作356天 说到懒 我又想到 那个在YouTube上 办与我视频的人 就因为 就因为我懒 所以才会让他程序而入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事 就是上海人过年爱吃什么东西 现在大家都喊着回家过年 可过年的气氛啊 就是越来越弱了 很多人上海人家庭 可能有些人都不做年夜饭了 我觉得北上光已经这种大城市 几乎都没有年味了 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也很少了 为啥呢 就因为现在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味的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放鞭炮 除夕是什么啦 就是赶走年寿西呀 鞭炮都不让放了 那怎么除夕过年啦 基本现在城市里啊 都禁烟了 就只要你要想去放鞭炮 只能去真正的乡下了 母熊怦光的正儿子 就是刚刚这个 就非常期待什么 除了看春节联欢晚会以外 就是就等着12点 就11点50分左右 就是去外面放鞭炮 小孩也难得到这个时间通宵的 是吧 小孩子嘛 小时候对吃的兴趣 其实不是那么大 像年夜饭这种东西 就对玩的 把香啊 包好 咱们这些是 劳劳劳劳劳劳劳道 那个时候除夕的年夜饭 谁是长飞做的 但是在过年的这个近一个月里啊 就大人就都会忙起来了 就是做腊肉 以前还会做腊肉的 至于蛋饺这个东西 简直就是我 小时候记忆里 印象最盛啊 最后一次想门的了 哎呀 金逆子 去年年夜饭 就对了跟他家得起了 洗逆子 肥的冷物记忆里 这十几年来 基本上已经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的了 在家里已经没有 就很可惜啊 就我觉得年味 这个东西已经就是 已经就存在于回忆里了 知道吧 我不知道未来的我这一代 就算我自己愿意做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我自己以后 比如说成家了 自己做东西愿意做 但是我也做不出 以前那种味道了 你知道吗 就一代一代 这个传承的味道 已经失去了 因为我自己会做饭 但是我做出来的饭 已经做不出上海味道了 就算方也能保留下来 上海的传统美食 不知道能不能保留下来啊 试图 公主 不要再给大家